我们来竞选一下吧 我们这六个人 什么头大的是谁 他人比全职头还大 比全职头大一圈 他像那个 你知道裡面 这个橄榄球吗 一样打一个 我跟你讲 陆军军那什么 我最期待的是 陆军军一时候吃的那顿饭 我觉得上台一定要吃东西 你说啥 刚刚我在化妆间的时候 看见谁 两碗泡面 一大碗饭 然后还有一个鸡腿 还有一个鸡腿 我都吓死了 他是别人的 旁边人的 蒋镜 我很好奇 你的体重可以说吗 可以说110斤 有蒋镜 但是假的 怎么可能 80斤 没有 我开玩笑 吃一碗泡面而已 一碗泡面那也很多了好不好 小的泡面不大一点的那种 没有 比我们吃的盒饭要 要多很多油脂 但是不是说可以 吃点带油脂的东西吗 人不能没有油 我们的盒饭也很油 我最近面色会不会不好 就是因为没有油 我难过我今天面色也不太好 我感觉你来的时候更加油光满面了 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 你还记得你那个选位子 在我右边的右边 你那时候 好瘦啊 不是 不是 其实说白了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 在公司的时候 有工作的人管着不让你吃 在这儿除了练习以外 除了练习还基本上 没有人能管得住吃 疯狂吃 我觉得我们不可能 不要聊这话题 不要聊这话题 你无所谓啊 你看我胳膊太那么细 我要增肥啊 别说了别说了我饿了 我才刚吃完饭 我现在又饿 又困 啊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